大家去到油站入油的时候 会看到有不同数字的汽油 例如在澳洲通常会看到91,95和98 究竟应该入哪一种呢? 还有数字又代表什么呢? 好了,直接讲重点 入哪一种汽油跟回原厂建议就对 原厂建议入91,你就可以入98 会得到以下的结果 一,就是洗钱快了 二,不必要的燃料浪费 三,性能是没有明显的提升 而这些数字其实是代表伸软值 伸软值,即是汽油的抗包震能力 可以简单理解为抗自然能力 数字越大,它的抵抗能力就越高 即是98会比91更加难自然 那什么是爆震呢? 首先我们很简单地讲一下引擎是如何运作 一开始就是进气的过程 气门会打开 空气和汽油会进入气缸 汽油进入的方式各有不同 这里就不作具体的讨论 活塞去到最低点的时候 进气门就会关闭 之后活塞会向上升 对空气和汽油进行压缩 活塞去到最高点的时候 火嘴就会点火 然后这些经过压缩的空气气油混合物 就会发生爆炸 产生的力量就会将活塞向下推 汽车的动力就是来自这里 活塞去到最低点的时候 又会再向上推 将经过燃烧的空气气油混合物 在另一个气门排出 之后又会回到第一个步骤 不断地运动 在压缩之后 点火的时候 爆炸应该是由火嘴那一点 向外扩散 这个时候如果汽油混合物 在未接触到扩散的火焰之前 就已经抵受不住高温和压力 自然爆炸的话 这个爆炸和火嘴点火之后的爆炸 互相冲击 造成不是引擎预期的震动 这种情况就叫爆震 而爆震是有机会对引擎造成损坏 那什么车才要用到高新远值汽油呢 通常就要看压缩比 压缩比就是活塞在气缸里面 最低点和最高点的时候 里面的容积比例 引擎压缩比越高压力就越大 就越容易发生爆震的现象 所以高压缩比的引擎 通常会用高新远值的汽油 来避免发生爆震 而这一类车通常都是一些性能的车款 相反压缩比低的车 就要用比较容易点燃的汽油 如果你走去入高新远值的汽油 其实都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电脑会发现汽油没那么容易点燃 之后自己调校适合的点火时间 总之都是那句 跟回原厂建议就没错 最后我们讲讲什么是E10 E10通常在油站里面是最便宜的汽油 这种汽油含有10%的酒精 能够达至94的新远值 以及标榜自己是更环保 不过一分前一分货 石车的你最好远离E10汽油 今天影片到这里 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